大家好 上一期啊这个讲过这个美国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要与中国这个外交部长 杨洁篪在 夏威夷会谈 我讲过主要是因为美债 中国还有世界其他国家可能要抛售美债 这是个主要问题 因为现在很多恨国党在美国的以为美国还是世界老大呢 还是觉得自己啊这个稳稳当当的呢 我要今天给大家解个密 我告诉你美国现在有多危险 就美国离崩溃 还有还有多少距离 你大概了解一下 美国政府的债务不是无限度的印钞票的 记住 它是有个限度的 那么现在美联储 预估 美国的债务应该在GDP的150到200% 就在GDP的 一倍半到两倍 这样美国是可以承受的 是不会崩溃的 超过两倍美国一定崩溃 GDP呢 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GDP大概是20万亿 那债务余额 债务余额是26万亿 就截止到目前上半年 2020年上半年 是26万亿美元债务 如果达到像说了到年底要达到30万亿 如果是再过一年两年达到40万亿 刚才讲了啊 美国GDP20万亿 那达到40万亿就相当于200%了 就达到自己的这个 崩溃边缘了 国债的平均期是10年 就算是零利息啊 一年的本金也要还4万亿美元 就不算利息 咱不用算利息 负利率 甚至零利率 不还利息 一年本金呢 都要4万亿美元 美国每年的税收是4万多亿美元 每年的税收 那全部国 美国全部的税收 都还了美国的国债 这一年的政府开支 军事的开支 军事预算 社保 医保 还有教育 各方面的投入 支出 也要4万5万亿美元 进入恶性循环以后啊 那美国一定会崩盘的 就这种 这种玩儿 玩儿不下去了 债务再增长到40万亿 现在说今年年底 就美联储就这么印钞票 到今年年底 30万亿 你算算离40万亿有多远 离40万亿还有多远 马上不就到了 上线了 这回你知道美国 美国离崩溃 是不是越来越近了 这个时候啊 为什么说美国会崩溃呢 不是说美国 不能继续印了 他还能印 还能印印钞票 但是有没有人买 有没有人用 这就是个问号啊 这才是崩溃的根本原因 就是你那个东西信没了 你可以随便印 你印完了没人要那个东西就完了 就是个信 各国政府不敢买美债了那时候 因为知道你还不起了 什么时候买你 知道你哎 你家大业大你有的是钱的时候 反而大家都愿意把钱借给你 你一看你家穷了 你一看你家穷了或者你还不起账了 马上都给你钱抽走了 怕你哪天不还了 这就是我说的 这个到时候会呀 还会有一些买美债 但是不能像现在这样大量买了 大家都知道 都有个担心 你哪天真是你 还不起了呢 崩溃了呢 我损失不更大吗 他就会减少美债购买量 那个时候才是美国最危险的时候 听明白了吧 各国的银行企业 金融机构不再信任美债了 那美债一旦卖不出去 美元也就完了 所以呢 这个 就说白了 美国现在已经玩到他自己 再也玩不下去的程度 美国当然也知道 华尔街也知道 美联储也知道 蓬佩奥也知道 只有你们不知道 那今天我给你讲的够清楚了吧 我希望你啊 好好琢磨琢磨美国 谁能救美国 那个逻辑怎么说的 家大业大 赚的多 你同样你花的也多 你开销也大 大官员里边那个那个 王媳妇不也讲吗 看着我们家大业大 花的也多 花钱如流水一般的 美国也是这样 别看到美国好像 世界第一 花钱地方多了 都得打点的 所以啊美国出现问题也是一瞬间就出现问题 他可能一瞬间就破产了一瞬间就完蛋了 所以你看美国这些领导人更伤脑筋 我告诉大家吧 在美国那些人呢 准备准备吧 我告诉你啊 40万亿 这是个上限 你什么时候看到美债 美国的这个国债超越40万亿 美国的所有的 债务超40万亿 那个时候你自己要清仓美元了 手里少拿点美元了 美元很可能变废纸了 也许啊 也许美国人 有个别的办法 拿个什么东西交换了 中国人非常想要的东西 给你换呐 你来救我呀 看能不能啊 能不能啊 会不会有救呢 我觉得这个2020年啊 咱们能看到好多 好多奇迹发生